我們在船裡的花 樹石頭鯨魚悠遊在清澈 湛藍的海水中圍繞在船身旁 不斷越出水面 噴氣在海面上激起陣陣水花 換個角度一看發現 上百頭的短支領航金 布滿海面黑灰色的金聲 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亮 接連越出水面像在跟遊客打招呼 很開心啊 因為那個很難得看到 怎麼知道 他說那個很少的人會看得到 所以我們算很幸運 花蓮海域在這幾天 接連出現上百頭的領航金 好幾個鯨魚家族輪番出沒 讓賞金活動充滿驚奇 那領航金今天我們在 早上在海上大概看到的 數量大概有超過50 它的生長大概都 有得到6公尺 短支領航金最重可達4噸 大多是群體出現 很少會單獨行動 經常在9月出沒 但是一次來了上百頭鯨魚 連研究人員都很意外 雖然馬上就要過中秋節 但花蓮的氣溫 比起9月平均溫度 要高出好幾度 海水溫度偏高 還有黑草逼近 帶來鯨魚們的食物 才會出現這個難得的驚喜 秋老虎發威 也讓賞金業者比往年 多賺了一筆海洋生態之財 記者廖維林 蘇一環 花蓮報導 記者廣告